大家好,來月頭,記得加入Patreon,吃完整個月最好 現在我還在考慮時間決定今個月哪兩場專屬直播戲碼 大家先等一等 今天就講車路士的蔡侯平,當然要祝福比賽途中心臟病發的球迷 但這件事曾經令到場球腰斬,期間暫停了30分鐘 這件事就令到場賽事是斷開了兩段 亦都令到場賽事變得古怪了 最終這件事也是間接影響了賽果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今天跟大家解釋一下 首先,今天的雲尼亞利是屈福特 採取的戰術是極拼命的全場壓迫 還要很重金屬那種 一開球就泵得好行,變得非常澎湃 真的逼得車路士死死死死死 我猜是因為雲尼亞利見到車路士 今天兩個Wingback都很慢 埃斯帕利古達,這個是馬高斯阿朗素 打來回高速球,速度兩邊就是弱點 但屈福特是要進攻才能針對別人兩邊 變成了選擇瘋狂的壓迫來回高速球 進取進攻 真的能夠計算 針對到,屈福特一開球 兩個最有威脅的進攻和射門 都是針對阿朗素那邊做到的 而且隊長那邊都慢 車路士真的輸了兩邊速度 捷維爾受傷就沒有辦法 一定馬高斯阿朗素 但是右邊沒有占士 就搞到車路士兩邊都慢 這個就出了問題 占士一出不了 就沒有另一個有速度的Wingback可以補上去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掛著林弟弟 其實屈福特已經打了連續四場大仗 例如先前對阿仙奴 再對曼聯 再對李斯阿成 現在對車路士 其實接下來還要對曼聯 但是屈福特 都可以打到這麼重金屬的速率壓迫 真的很厲害 寫個復字 明明是出了喝奶力跟你玩 所以如果整個上半場屈福特 都可以不停地讓他們這樣做 不斷地做完整個上半場 其實車路士都很嚴重 因為車路士招架不了那種速率 但是車路士真的受惠於球迷心臟病發 這個小插曲 停了30分鐘 就是救回車路士一命 可能你會說 比30分鐘 屈福特休息一下 不是說更好嗎 不是說可以更壓迫強勁嗎 但是腰斬的時間 這次就很尷尬 如果你說是差不多完 上半場才來腰斬 那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屈福特可以持續整個上半場狂谷 不停地在高速當中運轉 就可以殺死車路士 殺死車路士上半場才休息 是OK的 但是你現在踢了上半場 頭10分鐘就來腰斬 那就相當尷尬 這隻東西在中間10分鐘腰斬 就不是叫休息 而反而是疾外了屈福特 是疾住了一條氣 這個運動 這個體育就是這麼有趣 屈福特本來一開球 就是打算滑 但是你要滑 都要起步 都要熱身 起碼要10分鐘 5分鐘熱身 剛剛的就是一開球10分鐘 引擎就熱身了 準備就可以進入高速 誰知道一準備進入高速之際 一準備去懲罰車路士之際 突然之間殺停了 停了30分鐘才回來 這樣一回來再重開 就不能馬上進入高速 又要重新起步重新熱身 重新起步重新熱身 即又要花多10分鐘去熱身 所以真的疾愛了屈福特 是不能馬上進入高速 變了它要推遲入高速的那一段中間 空隙時間 還沒給車路士喘息 車路士本來是被懲罰 現在就不用懲罰 有機會先讓他們上訴 這樣 杜曹也是在30分鐘的停頓當中 提醒車路士班人 定點來 今天對方原來是這樣踢 調整心態 不是人敢品 今天就不可以舒服控球再腳 待會再出道 比賽重開的時候 有心理準備 要專注後場拆球 拆過半場 人家壓迫 結果 車路士一出道 真的把握到屈福特 要重新熱身的那段空隙 就是多了能夠破到屈福特的全場壓迫 網絡拆過半場 變成有時候可以控球再腳 偷到一些機會出來 就可以有多一兩次的控球再腳 其實差很遠 一開球的時候 是不停不能夠控球再腳 是迫到亂了 但是你現在有個空隙給你上訴 真的可以讓你偷到一些 就是速度緩慢 節奏緩慢的比賽時間回來 其實差很遠 不停兩邊狂走來回高速球 突然之間你起碼有 一段時間是可以拉慢 整件事是差很遠的 這樣就給車路士 起碼有多了時間 舒服拆過半場發揮到 甚至被車路士偷到入球領先 不過今次這件事這麼特殊 我相信AI人工智能 都未必有什麼需要 去記住這些腰斬的賽事 之前我還沒叫大家 留意一個網站 叫365tips.com 看看他們的best tips AI人工智能預測能力 和我用人工智能的比拼 經過了我大概一個月來的觀察 發現人工智能的準確程度 都可以去到八成 而且7天之內 他們可以預測40至60場賽事 我們用人工智能去預測 始終沒有這麼厲害的效率 所以我們都開始要接受 就是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的年代 這個best tips 就是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 多方面深入分析雙方的往績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 各樣的不同因素全部整合 再計算出預測的結果 現在他們還在做優惠 訂閱best tips頭7天 只需要20元美金 記得要按進infobox 把握優惠的機會 上半場Mason Mount 入禁區射中柱的攻勢 大約只不過是車路士的第二次 猜過半場就做到出來 去到28分鐘的入球 也是大約車路士的第四至第五次 猜過半場的攻勢 所以車路士一能夠控制到 猜過半場 控球在腳 一陣間 就馬上有威脅的射門出力 都反映了車路士的破密集效率進步 尤其是上半場的那個入球 的確是破了密集 馬高斯亞朗素這麼慢 但他都可以好像利物浦羅伯順 入到禁區底線 第二波全中產生必入球 主要就是因為佩蓮石跟他拉左邊 我之前都說過 奧道爾作為進攻點拉左邊 就是可以幫助速度緩慢的馬高斯亞朗素 今天就輪到佩蓮石拉左邊的概念 其實都是一樣的 不過今天車路士的變形系統 其實就不強的 他們不是單邊變形 而是只不過是 變形系統的過程做到一半 有另一半的過程是有形無實 都可以叫做做不到的 因為右邊的隊長是扮不到進攻點 所以進攻全部靠左邊 只靠一邊 就不能做到真正的雙逆齊飛4231 所以破密閘的其實能力上是有限的 就是沒有了之前 完全變形4231 雙逆齊飛那種破密閘的氣勢 入球量當然就會減少 今天最終是僅僅贏到1比2 不過幸好車路士現在進攻點的概念 就真的好過乾地當時的三中堅 乾地當時的三中堅一定是進攻點不拉邊的 不拉邊的 一定是左右後衛在邊線沽軍作戰 完全是沒有變形的 三中堅一定是無法主攻老鼠拉龜的 而杜曹這三中堅始終是有變形概念 即使今天只能做到左邊那邊的進攻點拉邊 整個變形過程只能做到一半 但都好過沒有 今天如果沒有了上下半場進攻點拉左邊 去入兩球的那樣東西的話 車路士進不了球 左右後衛又不快 打不到來回高速球 即是被屈福特屈死了 即是說如果今天是用乾地那套超級主攻 這個三中堅結構的概念 進攻點不拉邊 而用這一堆球員的話 今天是會輸的 但是杜曹這三中堅起碼有變形概念 做到一半都好 再撞到腰斬的賽事 折一折外了屈福特 讓他們可以控球在腳 多一點時間發揮到進攻點拉左邊 這樣就贏到 所以為什麼我要常常都強調 傳統三中堅無法主攻這個理論 就是因為如果我不強調這個理論的話 就顯示不到 反應不到 相對對比不到 杜曹那種三中堅的變形效率 變形作用 好了 說回車路士領先0比1之後的賽事 就是去到30分鐘 賽事去到30分鐘 屈福特終於完成到第二次熱身 蹦得起來了 屈福特就是回來了 壓迫又勁了 壓迫又勁了 車路士又招架不住 搶到打個反擊 成功針對阿朗素 入到一球1比1 臨完上半場前 再打多個反擊 去到禁區 再產生差點有機會的入球 當然都是打阿朗素那邊 可能你會說 現在的福特倒回起來了 去到上半場的尾段 都做到勢出來 車路士招架不住 懲罰到車路士了 沒錯是做到的 但是很可惜的 下半場就做不回 為什麼呢? 其實很有趣了 因為始終場的波 又說回了 停過30分鐘 拖慢了整件事30分鐘 即是你不只是踢腳1分鐘 你現在中間 就是等了30分鐘 你等的期間 你要保持著 身體要暖的 最近這麼冷 你要保持著身暖 熱著身 動著 其實你也是浪費體能 少少浪費體能 都是有些影響的 它就是剛剛影響到 你下半場快了跌 本來如果不腰斬 正正常常泵下去 你不需要停30分鐘 去熱著身 你是一路一福特 可以壓迫到下半場60分鐘 但是你現在宰外了 那30分鐘 又要時間去暖身的話 變了去到下半場 50分鐘的壓迫力就跌了 本來60分鐘才跌 你現在早了10分鐘跌 這樣又多了車路士時間 又是舒服控球在腳 再撞正茶樓巴受傷 杜曹索性 增加進攻點 施耶治進來 去到72分鐘 都已經是完全舒服控球在腳 禁制了 車路士 就可以再次透過左邊進攻點 拉邊 入到禁區 第二波傳中 產生施耶治必入球 所以車路士今天真是不幸 疾住了 發揮不完他們的最高速率 明明車路士就是準備充足了 今天全場重金屬壓迫準備懲罰車路士 真的也差點懲罰到 明明有機會贏 這個屈福特 或者不輸 誰知道被這個車路士 受惠於上半場心臟病發的事件 如果真的沒有這個插曲的話 沒有阻礙到屈福特 整個上半場屈福特 都可以無間斷瘋狂壓迫 屈福特是會領先上半場的 正常打45分鐘之後 再打屈福特沒那麼快 跌窩就60分鐘才跌窩 都解釋過了 車路士只剩下最後30分鐘 才可以舒服控球在腳 這樣就難追些了 未必追到 或者追到都1比1 就是贏不到的 最後就講一下沙奧尼古斯的情況 到半場的時候 又是覺得 他適應不及英超的節奏 要退下火線 今天就是因為 為了要拿走沙奧尼古斯 而浪費了一個換人名額 就是搞到車路士去到比賽 最後要收縮的時候 頂上他的時候 就是不夠換人名額 去增加防守中場 或者防守球員 搞到有少少危險性在樹 看回屈福特的反擊入球 不過也是沙奧尼古斯 是他作為回防球員當中 最慢回到回來的 最遲回到回來的那個人 不過這一次的失球 其實是洛夫斯卓克太過心急 硬轉身才被人搶到球 打反擊 變成不能盡怪沙奧尼古斯 而且沙奧尼古斯相當不幸運 他過到車路士之後 每次比賽 每次正選 他都會撞正對方 壓迫壓到九彩 每次都會撞到這些對手 每次打 他都適應不切 不能說有一場給他 是舒服控球在腳的 今天杜曹見到福特比較弱的球隊 打算試試用沙奧尼古斯 又撞正對方這樣壓 變成沙奧尼古斯到現在 都還未能夠建立到自信 還未能夠入到英超局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要LIKE 我多點LIKE的話 就可以有多點被推送 頻道會增長 Patreon片尾彩蛋部分 最近車路士的進攻效率 好像有點跌跌的 有沒有隱憂呢? 那麼今天的賽事 有沒有什麼啟示呢? 球員受傷的問題 還是杜曹的戰術本身有問題呢? 戰術本身有隱憂 還是只不過是球員受傷而影響呢? 記得要留意Patreon片尾彩蛋 如果你想對於何榮的堅持 去作出實質性的支持 你可以加入Patreon 其實港幣40元都不用 就很幫到手了 已經聽完所有Youtube可以聽的片 也有片尾彩蛋 還有獨家的Patreon節目 包括預測和其他的節目 當然就是沒有廣告 7元美金的話 就再加上每個月兩次的專屬直播 收到賽前的陣容 再有30分鐘的直播預測 9元美金就直接有了 精裝版的微觀昇華同步 現在的微觀昇華同步 就去到精裝版了 是會對比本周所有的賽事 來一些更加清晰更加精闢的評論 是不會重複 是蔡侯萍當中講過的論點 是有更加多額外的 更加深層次的分析 希望在Patreon見到大家 若果你是沒有信用卡的話 不要緊 你可以裝一個拍著照 即是Tap and Go的程式 入手機裡面 或者八達通App入手機裡面 然後你就去便利店增值 就可以當信用卡這樣用 多謝大家 拜拜